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 歡迎各位來到特愛園民中心 舉辦的這一場跟國務館有關的 國務館殖民與去殖民的這一場的工作方向 那園民中心是從去年開始 我們之前其實有帶過相關的演講 跟文化與法律的關係 那我去年開始是針對一個公務議題 就是園民與國務館的關係 我們舉辦的系列演講 然後在年末的時候辦了一場公務論壇 公務論壇的主題是文物返還 那我們覺得這個議題才開始變得 能夠展開一些重要的討論 那雖然在台灣不像每家一些國家 有文物返還的專法 可是我們實際上有許多台灣主要的 原住民文物的點藏單位 像台國台大跟之前 跟中研院的文明所的一部分 有這樣主要的點藏單位 都陸續的開始和合作性策展 那合作性策展這些不同的單位 各有各的做法 那也都可以達到不同的目標 相對的也說也許有些目標 並沒有辦法在目前的情勢做到 那我們也想要再進一步的 在這樣子一個過去的 已經大家已經努力的方向上 原民中心今年想要連續去年 以及大家的努力這個基礎上面 也今年也能夠開始嘗試具體的實作 能夠與某一個原住民的群體 我們可以一起來策展看看有什麼 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加深這樣子的一種溝通的機會 那原住民參與策展 那原住民這次的群人充分的 展現了原住民的主體性 這是一開始合作性策展會被這麼期待的 那實際上台灣跟製造MADN的研究裡面 有一些針對他國家型的原住民國務館的設立跟運作 他的幾個主要展示有多一些討論 那這樣子的策展到底達到了什麼樣的目標 還可以怎麼樣做 那所以主體需要怎麼樣建議 殖民處境 殖民關係 要不要納入展示當中 如果要納入的話 要怎麼樣安置這樣子的歷史 這樣子的群體 族群關係 或者國家與原住民的關係 那這就是目前現在 在針對這樣的題目有許多的討論 那我們就是延續去年的基礎 我們今年非常幸運的 能夠跟葛哈木文教協會合作 那我們今年年底預計是11月會有特展 我們現在需要籌備這些事情 那這許多的觀念我們需要討論 或者我們有的觀念 我們需要有比較細緻的做法 這樣的觀念 這樣的理念 怎麼可以落實在展示的細節裡面 所以我們就 這是我們這個工作方式 這是我們討論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也很高興把這樣子 一個討論的一個機會公開 給大家可以參與 那這個是一個議題 是我們普遍原住民跟博物館從業的 或者典藏單位需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或者經濟體中有認識的其他的可能性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 我們就邀請 哈木文教協會的理事長 劉先生 劉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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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進來 坐下來 就晚上要我來講到 其實 對於我們不是在這個 殊數領域的 我們這個鄉下的來講 我真的是很緊張 所以我們的 要來的時候 我們的理事 他就算給我 大概三張的講稿 他說 不可能 我想 我不可能會變起來這樣 所以 我正在我自己的意思 而且可能可以念一點 裡面的講稿 但是我先 自我介紹 也算是 算是自我介紹 因為我 我本身 我的家庭背景 我常常跟我們的鄉親 在聊天 會把這個當話題 也算是我的自我背景介紹 跟今天的主題 我們 我是一個 我的家庭 我是一個 我跟我太太 我都是再婚 都是再婚的 所以說 我太太 嫁過來的時候 都各自有孩子 我太太帶來的是 上帝的禮物 算是她的嫁妝 是兩個 小朋友 最好的一個嫁妝 為什麼講這個音樂 我太太是布隆祖 我剛講 我們都是再婚 所以說 前面的就是 太太的 前部是 塞德克 所以 我是有 布隆祖 我還有塞德克 那 我的行物是 你們可以聽到 通常聽到 南投縣的 一個 例行產業道路 就是 例行村 例行村是 泰雅族 所以我的行物 泰雅族 我的孫子 就 在這個 泰雅布隆 塞德克 裡面打算 我 我的家庭 全部都把原住民 都把我們在南投縣 我是家長 我是 副長 我管理我的家庭 但是 只有我 不被證明 只有我 不是原住民 但是 或者我需要原住民的 要素 的條件 我都有 在這個環境裡面 碰到我們現在這個議題 我可以那樣講 好像 我是責名者一樣 因為 我要照顧我的家庭 在孩子小 孫子小 家庭的 自主權 家庭的 經濟能力 經濟能力 都是由我家長來 負擔 負擔 但是 在 在跟我這個議題一樣 就是 知名解名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點點 當然 我這樣舉例 有點不冷不冷 但是 也是正是 我們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平普族群 我們現在的一個尷尬的 一個 處境 就像在原轉會裡面一樣 在我的家庭一樣 我不會 我的孫子是 哪一個族群 或者是 男的 女的 我就少給他們愛 或者少給他們 沒用錢 但是 在我大環境裡面 我們在原轉會 提到這個大環境裡面 我們在原轉會 上課在總統府裡面 我們的發言 大概是只有 最後一個幾分鐘 我又說我一個聲音 有沒有被重視 或者說 被排入 這個會期的 又排入院會裡面 都還是未止數 何況 我們發出來的聲音裡面 還有一點點不同調 這個比較說 我們 這個是後來 這個是後面 我們自己還要去 面對的問題 就在這裡談 那也很感謝 我們的主辦台會員 今天給我們這個機會 說真的 在 在我跟鄉親 我們在談起 我們準備 做這個工作坊的時候 我談到 職勉解職 像這樣的議題 我們真的是 不是一致半解 在我們鄉親裡面 也是覺得很茫然 不知道 會給我們帶著 什麼樣的一個 幫助 或者說 有沒有 我們的 實質 對我們 有什麼 有什麼 解決的辦法 可是再怎麼樣 就是說 我們 既然做了 希望說 在 我們的 主辦單位 跟我們 我們今天也是 很關心 有我們的鄉親 還有 蘇芬 還有 還有 我們的 寶鳳 有 金山大哥 就是 有 我們老周青三代 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還有我們的 凱塔格蘭 也不過我們這些鄉親 我們一起 借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工作坊 是不是把我們 一點點的聲音 也是不是 能透過一個 各種管道 在這裡 我們討論的時候 也順便 也讓 決策單位 讓我們政府 知道 我們 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我剛剛講 我們很尷尬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演轉會 我們的 這個 入免現在會面的 那個話題 我們是站不上邊 等地劃分 跟我們拼不去 其實是 是 很雅美的 一個 一個議題 但是我們自己 本身的問題 我們要先解決 我們的心理建設 我想在這個討論裡面 是不是能更大的 給我們再回去 我們面對我們相信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他們 更大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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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正面 正向的一個 一個表達 在這裡 也是說 我們以前 也很感謝我們 台大人類 研究所還是那個 博物館 我們以前很多 音樂之類的關係 當時的時空環境 我們很多文物都還被保存在這裡 但是 有什麼方法讓我們 面對這樣的議題 我們有沒有 我們部落的經驗 或者說我們 我們學校的一個 我們這邊的經驗 跟公部門之間 我們有沒有很 很正向 或者說 怎麼面對我們的文物 或者說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語言 可以給我們 很 更大的一個 一個幫助 希望藉這個交流 能給我們的聲音 讓各位也知道 也是不是可以 幫我們 轉達上去 也是一個很 正向的一個 這個交流活動裡面 我們剛剛好 是不是對我們 轉型生意 有一點點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理事長 還有好幾位長輩 還有年輕人 剛剛聽說是 早上六點鐘 風神噗噗的 總書引入上來 非常感謝他們 願意合辦 然後實際參與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今天的第一場 演講 郭老師 還是應該介紹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 大家都很知道他了 郭老師現在 其實他現在正式的頭銜 終於有了 這樣一個附著頭銜 是台灣大學 人類學博物館 剛剛劉理師講的 人類學博物館的館長 所以有事情找他 沒有啦 我們 我們 就是人類學博物館 做了不少事情 我老師是後面規劃很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他今天能用他大力來幫我們講這個主題 我想是再適合不過 我們就開始 謝謝 好 謝謝同主任 大家要找那個 博物館館長的事情是 台大新出的一招 完全是連騙事 沒有其他實質錯誤 所以 沒錢陪人 所以希望就要當真好 那我想我今天用這個 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做例子來談談博物館 和成年主義的一些關係 還有三方帶的一些 開始有些新的可能性 那我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當例子 那是一方面我最熟悉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台大人類學博物館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他一定的特殊性的位置 那一般來講 那個博物館學或者是一些社會科學研究 只把人類社會博物館的發展 大概分成兩波的運動造成的結果 第一波的博物館運動大概就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四歲的初期 那這時候那邊就結束了 特殊的知識 特殊的特殊的知識 那邊的知識 過漲造成的 所以 所以在這一波的時間點裡面 成立了非常多的博物館 那第二波的博物館運動 反而是在就是在一九七零年代後期裡面 那這一波的運動當然還是跟子民有一點關係 可是這一波跟剛好是一個轉向的 就是開始傳料主觀的多元價值 和後子民的一些論述 造成了新的一波的博物館的大量的一些設置 那我就用台灣的一些脈絡來談 那台灣其實也跟世界性的潮流四相互共振的 那這個共振的過程 也許時間不是完全的影響 可是其實大概是有一個像這樣子的效率 是可以看見的 那台大人類學博物館 剛好就是在這整個效率裡面 也看出一波變波都在影響 其實台灣的殖民脈絡是非常複雜的 我相信多人都知道 就是其實在十七世紀的時候 西班牙平國就是一個殖民在台灣的一個 雖然時間不是那麼長 可是也是五十年 那十八世紀開始的清帝國兩百年 也是一種定居式的殖民 只是這時候其實是並沒有留下收藏品 做博物館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其實並沒有辦法看到 當時再早以前的收藏品的等級 那台灣最早的博物館 一般人都會講是台灣足足府的博物館 也就是現在台北 可是事實上真正最早的是 馬街在淡水社的淡水博物館 那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是八國聯軍之後平安開港 所以西方的人進來做一些傳教 或者是外交的工作 所以派駐了一些西方人 所以其實這跟西方殖民主義的發展性有關 擴張性有關 所以它有新的副產品 也就是馬街的淡水博物館 那當時任正最博物館其實收了不少的東西 後來這個博物館的東西 大部分不知去向 只有大批的東西 它是在1993年的時候帶回去加拿大 那那一批東西留在了加拿大的那個 黃江江的博物館 那這批東西其實我們在2001年的時候 借回來展覽過 那這批我想其實其中最重要的 最精采的就是在北部的平埔的 北部這個包括淡北跟宜蘭 有平埔籍群群採集的東西 那尤其是一整套宜蘭的 大馬列社的新洋禮服 那這一套新洋禮服 我知道現在這個東亞蘭的工坊 想要整套的全部四肢 所以也正在談能不能跟加拿大的國館 合作的事情 我上個上一月去一個加拿大 在東亞蘭談這件事 那所有的東西如果按照它的東西 穿在起來可以看到 當時的格馬爾蘭 宜蘭的人是公共的華運 新娘 那這個衣服其實就是在馬街拍的照片裡面 大部分的東西 他拍完這張照片 那個東西是收藏下來帶走 那真正在大家講比較嚴格的殖民 也就是比較有強勢的中央政府 全台灣的統治 當然是從日本的殖民統治開始 那日本把台灣當為殖民地以後 當然設了第一個通力的大宗化的國館 是台灣總統國館 也就是現在太國了 那今天人家一直給你往上去談 所以我也會談 那我最後來談第二個 第二個也就是 其實在台北帝國大學設立的 那個土豬恩總學獎座的這個陳列士 那台北帝國大學的土豬恩總學獎座 在1928年設立的時候 我想大家已經知道 我們是在科學這個知識的追求 這種客觀科學知識的追求 跟殖民擴張同時力量加在一起的時候 有這個成題 那這個獎座當然有一個 聘請了一個哈佛大學回來的國師 叫做這個獎座的這個教授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設這個機構的時候 就有點想要參考哈佛大學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國務館的研究的機構 那他一開始在籌備這個獎座的時候 就把成立一個國務館 或者是由收藏當成他的使命 那這個陳列士後來也變成一個有展覽Q的 就是在1934年過程 在那個收藏品的只要一段時間之後 最早的一批在台大的還有地大的收藏 是遺酸紙帳 後來在1926年去 就是大學都沒有成立 他就去日本把藝能家居 本來在台灣這個調查的時候收藏的東西 藝能家居帶回日本 那遺酸紙帳把它買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藝能家居當時到南莊 東澤市設處調查的時候這個照片 那他採的東西 我猜這一部分那個就是這個在下的 那藝能家居的採集非常早 那最早的這個一間格哈屋或者是巴仔 因為我不太能確定他一定是格哈屋 那這一間大概就是在1897年 我相信可能是目前留在台灣 最早的一間哈屋或巴仔的名牌的 那這兩間大概都是在1987年去撲一採的 可是這一間有可能不是巴仔後的哈屋 因為後來去補充其他那個下來的 博物館的場景可能會是跑不上來的 所以這個大概你可以看到 至少是他有同一批去採集的 那至少目前台灣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 就保存了一些像這種 可以有可以做到非常早的 或者是比較特殊的一些歷史的東西 那當然真正這個離川子智障教授 他們成立了這個講座以後 正式開始做全導性的 有數名的部落調查 他帶著他的助手馬雲 那個工美聯盟 還有他的學生馬雲東一 就從1928年就持續在做調查 根據他們在那個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書 叫做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 裡面大概至少調查了300個 研究裡面的部落 當然也順便會有一些採集 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 我想從這個名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當學的機構雖然是一個很研究取向的 可是事實上他還是在配合官方的政策 因為高砂族這三個字就是在1920年代 日本用來要取代以前用翻族這兩字 他們用翻族這兩字 所以後來就要改成叫高砂族 那其實這個調查 我相信是要把高砂族整個變成是一個 比較有系統的 可以讓一般人可以了解這個 大規模型的調查 那這次調查當然除了我剛剛講 他做很多的訪談 收集了很多細節 當然也收到很多的精彩的文物 各族群的各種精彩的文物 都在這個經會裡面大概就有猜出來 所以其實真正看台大的這個 台北地大時候的收藏 收藏的這個時間點裡面 東西進來最快的這個碗 就是他來到第三個碗 就是在大規模調查的時期 那後來其實原住民的東西的收藏 速度比較慢 比較慢就是跟台北地大還是跟殖民的一些配合 就是有一點關係 因為後來的一些政策 希望那個土塢總覺得講座去做 包括比較平原地區的 就是叫做台灣使用調查室成立 調查了不少平普及的部份 是在這個時候開始 1936年 那之後我相信大家知道 就是叫做跟中國的戰爭開始爆發 所以1937年以後 1938、1939其實大學的老師是被派到中國 去了廈門、去了廣州 那甚至到1940年以後到了海南島 那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 遺川教授還被任命要去做南方的研究 南方人文研究所就是在1943年成立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很多研究反向到不同的地方 反而在原住民部份的調查的時間 跟精力已經在減少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台北地大是一個以學術為目標設立的 可是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學術的設立的收藏調查機構 它還是在配合政策 其實是會有一些不同的方向跟不同的時間點 在主要在做些什麼 那到了戰後 戰後的一些台大 就是台灣大學成立 取代了剛才北地國大學 那當然後來也成立叫做考古文言學系 就是我們現在的系 那在初期的時候 學者還是有一種搶重文化 是要把東西帶回來服務館保存 才可以把文化解救下來的概念 所以那時候也做了一些調查跟收藏 不過其實文物收藏的數量相對來講非常少 其實在戰後台大的收藏的數量 大概不到我們現在總數量的 分之一又分之一有得到 所以大部分是原收藏的 那導師這個時候留下了非常多的田野的照片 所以田野照片的收藏很多 就是每次帶學生出去做田野調查 這個都會留下 在不同的地方 像這個少竹的德華社當時 這個文端社的一些照片 那整個這個收藏的累積其實到 1970年代幾乎就停止了 1970年代的初期是 那我們大概你可以看到就是 從日的時代一直以來 目前大概民族學文物主要是 剛才這個田野調查的文物大概有 一天前 那考古學現在越來越多 超過十幾萬二十幾萬這個樣子 那照片以上的收藏大概都是 可以給實際比較長的照片 大概也有八千多張 所以這八千多張也是很重要的歷史記錄 那古文書的收藏就是 主要是平股部落的 就是擺賣土地啊 或者是轉移一些資產的 古文書大概也有一千一件 包括這個北部中部南部都有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像紀錄片 聲音的唱片 錄音的這個紀錄 看來任何一十幾間 那所有的收藏品其實在台大會有一個 因為跟這個是學術單位有一個 比較關聯的地方就是 本頁至少還是學術研究 所以其實台大的收藏可能是 在所有的台灣的藏品裡面 研究出版可能數量最多的人必要 所以從日本時代以來就是 只是把收藏品會寫 寫成出版的這個紀錄論文 或者是分書 所以我們其實大概用這一批收藏 做出來的一些書寫的這個 這個紀錄文章論文 專紀錄錄 大概數量非常的高 好幾百篇 或者是好幾十分 所以這個大概跟台大的性質有關 不過台大博物館因為在1970年代 我說其實就已經在停止收藏了 一方面是因為經費 第二方面是因為能力 第三方面當然也因為田野的進行 過程裡面也意識到了 越來越不可能去部落裡面 去把老公親帶出來 所以也有一些倫理的考慮 現在那時候越來越被大家討論 1990年代其實開始台大的博物館 就有一些新的轉向 我大概也就是在1993年會到台大吧 所以回來的時候 我大概就開始在想能夠怎麼把 已經有的收藏 重新發揮一些不一樣的作弄 我在美國念博物館學的時候 我1987去 其實1987去的時候 剛好是美國在博物館裡面談 國務反彈的最開始熱烈的時候 因為他們定法是1992年 所以其實那時候 大概在博物館做實行 都是在面臨像這樣的問題 那回來的時候我其實也意識到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 那從那個時代開始 從一個很封閉的象牙塔 到底應該就是一個學術研究單位 當時當然很多人大概都聽過 台大中都給他看 所以很多人對台大的批評 其實我在學生的時代知道 回來的時候 我常常都沒有聽到就是外界的批評 台大中都給他看 他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寶貝 為什麼你們都不能用 只有這些研究者可以用 所以當時其實就在想 你怎麼把這個學術的象牙塔 這個門可以稍微打開 當然這中間還是有很多過程 因為不是說要開就可以開到 因為這邊還有很多的溝通 包括不同的成人要溝通 還有學校的溝通 那所以其實怎麼樣走出象牙塔 當時就第一個希望能夠讓場點 就要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知道 可以看到 我們講的可惜性也可以接觸性 那當然後面就在想 怎麼可以開放大中參觀 怎麼樣也讓大家了解的多管 有一些什麼東西 可以來做比較好的應用 那更重要的其實 是因為在文類學的領域裡面 一直都很關心的就是 這些產品怎麼樣重新分裂 做你們的社群播放建立關聯 那這個建立關聯的過程裡面 能不能透過我們本來在文類學裡面 就比較熟悉也比較運用的田野的方法 能夠反向 以前的田野好像都要去採取東西出來 我們可不可能有一個反向的田野 是把東西帶回去 那這個反向田野反而可以 補新補充很多資料 所以也因為這樣其實後來 我們就做了一些嘗試 那些嘗試 那些嘗試我們就讓大家看看 包括哪一些方式的嘗試 想要跟原住民的社群播放建立關聯 而且用真心的 能夠用轉田野的方法 進入關聯 那第一步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藏品的資料 讓大家比較有機會給看到 所以其實大概在1994年 其實台大很早 我們就開始做數位免藏的計畫 那剛開始其實非常辛苦 因為國家還沒有開始做 所以幾乎就是帶著學生 在做公平的一種資料 一件一件的清點長屏 然後變成資料 輸入到電腦裡面 那現在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知道 這個ACIS的資料圖 尤其我們是開放給 原住民的朋友 這些來查詢 那這裡面大概就是 把我們剛剛成立講的 不管是文書啊 這個民族學的文物啊 或者是田野的資料照片 這個民音檔全部都在這裡面 所以分了這幾個項目 大家就可以繼續查 所以這個工作其實花了十幾年 大概花了十年左右的時間 才讓資料比較稍微完善 其實還沒有算完整 比較完善的 到裡面查得到 那這樣子就不需要有太多時空界限 就是大家想要在 只要能上網 其實就可以看到裡面的一些資料 那後來在做這個資料的整理應用的時候呢 我們也就把一部分先完成的東西 開始再做一些人生的發展 所以剛好因為那個階段 國家也對數位化有興趣 所以不但後來支持了我們 做那個數位的資料的建制的工作 也讓我們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就挑了一些專題 我們叫彭老師那時候就做了那個 那種顏色的這個數位學習網 那我大概就做了 葛馬蘭 葛蘭還有六八十大海的數位學習網 所以就在網站上面可以看到一些 相關的不但只是產品的資料 還有一些族群文化的歷史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相關背景的資料 那對於原住民怎麼樣真正可以用到這些產品 讓這些產品變成為部落裡面有研究的材料 而不是只有學者的研究 因為早期你去排大的使命之後 認為這些產品是只能給學者做研究 所以早期為什麼常常會聽到說不開放 因為有一些考慮會當時困難就說就是一步整理就好了 不要再太多人 太多人的話那個維護可能保存不容易 那我們就開始在嘗試讓原住民可以用的產品來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大概在2003的時候那個 其實還有些要長輩的老師比較不是那麼同意的時候 我大概就開始試的就是我上課 抓緊原住民的研究者來喔 所以像努馬老師跟林之威老師那時候 我是請他們來上課喔 上課的時候我搬讓他們想看的東西 然後順便他可以跟學生解釋喔 所以在學校也有一個這樣的好處 其實就是變成是上課的過程喔 那後來其實陸續陸續就越來越多人 聽到台大的東西可以讓大家來看 就住民部落 所以就有不同的路由來 像格馬蘭尼的新社部落也來過兩次喔 那其中有一次在1999年的時候 小林的那個社區發展協會 他們剛好那時候要執政那個業績的時候 所以有一車的長輩老人家就要來看 到底要穿些什麼衣服 因為他說運業是要怎麼穿的 所以當時他們來了喔 那就把所有東西讓他們可以看 然後去做了一些這個衣服的設計 那1999年來的這批人 其實在2009年那個莫拉克風在那個時候 很多人都在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心裡就有點難過喔 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些什麼事 不過因為那個時候還蠻亂的 因為要搶救要包括重建和住宅 所以並沒有真的去運作什麼 那很巧的機會就是後來在重建會 幫他們做一個安置屋 五年之後要退場的時候 他們希望在退場前 做一個文物館在小林 就是有新的小林的那個安置屋 在做文物館 那就會找我問我能不能夠 參與他們的企劃 幫忙參與一些的車展 包括能不能幫他們出一本書喔 所以後來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蠻值得做 所以那一年就把孫玫瑰的那個品 就是幫小林做的這一本 這線下的第一本 那這一本書比較特別是因為 把所有的博物館 因為要做其他博物館的調查 把台灣目前所有的博物館裡面 可能跟大陸有關的服飾 尤其是刺繡的服飾 全部做了整理把它出版了 那包括天理大學 天理大學收藏最多 台灣的那些東西 所以這本書呢 當時出版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大的意思 將來會有一些什麼影響 當時只是覺得說把它整理了 讓小林的同友給你們做紀念 因為他們的東西 舊東西幾乎比成多了 很多人已經不見了所有的 所有的舊兒都幾乎全都不承受 所以當時只是想說 能夠留下一個紀念 讓他們放在家裡 所以這個書印完以後 連一家都發了一本 那沒想到的是半年之後 後來找我 就希望我可以去 就沒想到的是 庫洛裡很多人開始 拿著那本書在刺繡 所以那個刺繡 一件一件秀 變成他們 認為他們可以去跟過去連結 尤其是 失落欺人的那種傷痛 他們覺得透過這個 可以得到一個盤子 所以我覺得那個 後來的發展 其實有一點超過我的運氣 到現在他們都還有 在持續推動 而且在精進他們刺繡技術 所以現在都是只要文量再現而已 他們是把刺繡技術 要當成是可以越來越驚喜 精進到綠的城市 那今天其實他們 今天有一個活動 就是勾羅花節 就好像今天我朋友去 那也看到其實有一些 過去的服裝裡面的一些文量 這是大概四年前他們做業績 所以他們其實自己也在追求 自我呈現的那個意象 也在透過文樣越來越細緻化 所以他們的衣服也不是在改版 就是他們想要穿這個衣服 越來越多細緻的文量出來 所以這個大概也不是在跟這個 部落的互動裡面 會一直延伸出一些不一樣的 新的行動物出來 那很多不同的族群來 包括阿屋 農民社區發展的時候 那時候帶了四十幾位族人 也來了兩次 還不是來一次 一次是比較核心的 學會的幹部來 然後後來帶了所有的這些 把人家一起來 那時候我們把那個台大的 台大收藏很多 跟國豪部有關 大概有四十幾間 所以就全部帶出來 然後攤開在一個桌子上 慢慢一起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種過程也很棒 因為我們也聽到很多 對我去敘事 他們以前整個使用這些東西 甚至有的時候是說 這件東西是誰啊 因為有留下的名字進入的話 就會想 喔 是誰家誰家的啊 我覺得那個生命力就完全不一樣了 它其實不是一件婦人 它是真的是有人在背後 而且是有文化這樣被人 就是在背後 我們的展廳其實 原來也是一直不太對外開放的 那90年代的時候開始嘗試 因為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有資源度來開放 所以那時候90年代 剛開始嘗試的時候 是讓學生上課的時候 來當志工去開門 可是一個禮拜大概只有一天到兩天 真正開始完全對外開放是2010年 因為要我們拆建洞洞館的時候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 學校花了比較大的金額來做整件 就是以前的舊總統 現在的人力學衛館 那個條件也就是我們其實需要很多 所以從2010以後 台大人力學衛館也就是不再只是個成立式 不再只是個要來要預約才能看得成立式 所以其實真的每天對外開放 每個禮拜都會有很多網民學衛館 所以其實每天都會對外開放的地方 那也真的就開始希望做一些大工化的工作 我們最近設立了一個粉絲專頁 有很多即時動態的跟服群的互動 或者是一些服務館的一些展覽 我們也都隨時都會上認識專頁 我相信有些朋友朋友 也用過看過我們的東西 而且即時的就可以來這裡看 那它會有一些功能 就是讓服務館真的比較能夠跟 就上即時的生意的角色 蠻動性的 除了用藏品在服務館裡面用以外 我們其實也開始做過一些版箱 文入的資料的版箱 我們最開始做的時候不是實際的文入 那最開始做的一批是紀錄片的影像 所以從2007年的時候 賽下有一批紀錄片是真的日本時代留下來動畫的 就是共派的紀錄片 我們把整個影像帶到部落裡 一個一個部落放 那洪老師也做了這個台灣族的紀錄片的影像的 跟到部落的放映 那2009年我們還跟馬蘭 跟台草城老師那件事情比較正式的 因為請問導演 導演幫我們真的做了一部是有旁白敘事 不會只是影像 就真的是一部比較完整性的紀錄片 就是在談格馬蘭的收藏跟當代的一些關係 那這個放了 他們有六個部落 現在是從迎來一次放到花點 所以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可以讓部落的族人了解 過去的值得了解台大的一些收藏 那開始做文木板箱的介展 其實我們很晚 是因為我們的博物館真的幾乎是沒有基地 我們都是搭電車我的主要 搭電車就是搭台灣博物館的電車 所以其中一個我想說 不定下面下午的這個意思很好是會講 其中一個是到獅子蝦文物館 也就是我們提供文物 可是很多保險啊 或者是運送的機費我們一起到 可是我們只要有人有這樣的計畫 我們可以參與 那另外就是小林文物館 小林文物館那一次也是會有這個 高雄的重建會的一些 所以我們有把東西帶出去 所以他們可以看到實際的東西 那去年其實賽下的 象天吳的民俗文物館 有一次比較不一樣的文物館箱 因為他們有一個計畫 他們希望在花生的時候 就是讓家人可以穿真的以前的衣服的 文養的衣服出來 所以他們申請了一個兩年的計畫 來台大做營舊 然後把台大舊的收藏的飾品 每一個人負責的飾品 他們支出來了 支出來了就是在這個文物館展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想法的 這個另類的一種百香的特展 那我們今年的部落合作策展 預備要把他們的一次的展覽要回來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舊人物館群 是用他們同資的東西在裡面展 還有部落一起做文物 那今年我們可能跟賽下的合作策展 會把他們的東西跟我們的做文物合展 一起參與 所以其實有不一樣的可能性 是因為我覺得部落也很喜歡自己的一些想法 每一個部落他想做什麼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們開始希望這個不只是蒙幕到部落去 也希望邀族人到台北來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剛好因為有一個契機 就是達悟的蘭嶼 我們這次之後來找人 希望能夠把所有的蘭嶼的影像 全部扣評分給他們代為那個基金會 所以他們要在他們的蘭嶼機場辦特展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事情做了 全部做了以後 在他們的禮拜來的特展 後來他們就有說他們就來台大大展展 那就是讓部落自己提出一個規劃 他想辦什麼展題 然後想用什麼樣的材料為他們來規劃 那至少讓部落的族人到台北來 我們可以跟台北國觀眾講一下 他們的想法是誰 那他們怎麼用這些東西 呈現他們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特性 所以從那以後 我們大概就是每年都辦一次這種 小規模的部落合作車站 那我們都用很少的機分 大概最多20萬人 就是包括邀部落人來 那我們大概已經連續做了 那2013年跟台湾組 跟母單社的這個新寶箱設計方案社會 母單社連那個海報的設計都要自己做 所以每一部落的狀況很不一樣 有的是它只提供裡面 讓我們去找設計師去規劃展場 那有的是連展場設計都要自己做 那2014年我們就跟葛瑪丹辦了這場 可能下午那個潘老師 然後沈老師會談這個特展 就是文化的這支特展 那也是由發展學生進來 提出整個斷寫的文稿 才能夠想改成的學習 然後我們配合能提供的作用 那2015年辦的賽德克 2016年 寫錯了 2016年去年辦的是阿美竹豬萊姆 所以這是一系列一直辦下來 那我們都把它定位在一個小型的 常識性的原住民的策展人 自己去策劃一個他想要自己展題 什麼樣的內容 用什麼樣的形式 所以我們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定要完成 多麼亮麗 可是其實大部分都滿亮麗 因為色彩太漂亮了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設定 一定要辦一個很大型的展覽 就是讓大家有機會來這裡發設 然後可以有一個練習 怎麼來做特展 然後把這個展覽辦給台大的學生 還有排隊的一些觀眾可以看 那我們的部落合作的發展 其實到2015年的時候 2014年左右 2015年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特殊的事情 讓我開始有很大的感觸和震撼 就是在2014年 我們決定把國務館裡面的兩件東西 提出為國保申請 比如說自己有國保的這個分離計畫 那在申請的時候 其實我就希望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國務館申請文化資產 原住民文化資產就是先跟部落溝通 看他們的理解有沒有這個意願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要申請這個國保的時候 我們申請了兩件 一件是家庭的四面的主民主 一件是旺家的雙面的石雕的父子 也是主先祖 所以這兩件東西 我們一開始在預備要申請的時候 就去找部落 希望找到跟這個部落的文物 出來的直接的家居 因為希望你問家居的一件 他願不願意給我家申請文學寶 那我們也為了這個物資下去做一些溝通 溝通的過程裡面當然就是有出貢獅 可是最後他部分大概都得到一個寫意 大家都覺得申請的國保是一個文化的驕傲 所以至少這方面是有意願的 可是又不太願意東西好像就 就此跟他們沒關係 登陸的國保就是台大國保而已嘛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又維持關係 又可以被登陸的國保 後來他們想的一些這個活動 就已經完全都超過我的想像 因為我們在一些部落的一些座談會裡面 他們就突然就提出一些想法 所以後來在家屏 相信可能去年前也看到一些報紙消息 大家就看到了 家屏就提出來要辦婚禮 要用正式的把這個 容物價格來大的方式 就是用婚禮的方式 做一個親屬關係的連結 那家屏的這個國保婚禮做完以後 其實他們也帶同志了 那現在就是放在童墨的家裡 後來去了幾次我也覺得很感動 他們其實把這個新作的主移住 是當成家人嗎 就是有點像當成一個老人家 像母婦一樣住在家裡 所以他們就說他們回家 都會跟他打聲招呼啊 會有一些互動 那旺家呢 本來並沒有那麼想的那麼多 可是看到那個婚禮做完以後 他們也開始在越來越有其共慮 所以後來他們就說他們也要拜 結拜 只是用結拜 結某一個方式 然後他們因為還有維持傳統信仰 就是Winnow還很強喔 所以他們結拜之後 然後還自己做了一個重置的這個主移住 在他們的祭場這個正式的樹立起來 而且是透過傳統的民謀 做好所有的溝通儀式或樹立起來 那這也還沒有結束喔 我發現那個東西好像像一個種子灑下去以後 它一直持續的成長 因為現在這個祭場他們現在又把 我們年紀要刺求的那個主移師 把舊部落的主移師都搬下來 所以他們預備要明年要辦 預備是在禁止的 70年沒有辦的年紀的刺求 所以現在也在跟他們想一下 我們去做後面可以讓他們 有申請一些可能聯繫計畫的機會 因為70年沒有辦主移 年紀的刺求 我相信應該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工作 不過至少它一直持續 它沒有停在做完一個 多寶的申請就結束 它其實再持續再做喔 那最後我想我們可以來談一談 就是從子民一直到這個後子民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詞我也很不太願意 一定要用滿的 因為有人用反子 有人用解子 有人用後子民 其實有一點點不同的意思 不過我想要談的也就是 一個理念的理想 尤其一個抽象理念的理想 有的時候我是要非常有脈絡性的來做 才有可能真正的實踐 那那個脈絡 至少我覺得從這一系列的 二十幾年來的工作下來 我覺得必須要再多多 做得精進的脈絡 那解子也有被解子的可能性 那被解子的時候會是什麼樣 叫做被解子嗎 我其實可能用一個例子 就是因為那個解是誰的行動 誰的主體性 如果不是部落自己的行動 不是自己的主體性的時候 它會出現什麼樣子的狀況 有一個例子是日本的NHPA拍的一個紀錄片 叫做亞洲的一等多 其實我寫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沒有放在我今天的reading 反而是他早在跟老師幫我放 我說你聽不懂有在放嗎 就是在寫那個儀善的收藏一篇就很清楚 那裡面我們在寫這個日本的NHPA的這個紀錄片的問題 因為他用了一個就是我曾經寫的一篇文章 講1910年日英博覽 那叫做文庵辦的日英博覽會 帶了24位橫城地區的台灣族人去設了一個佛爾摩沙村 然後在那裡居住展覽的半年 用真正的展覽展覽的方式 居住展覽的半年 那日本這部片子喔 當時在2009年的時候推出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點批判的關係 因為NHPA是比較左派激進想法的頻道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點在批評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是明治開的 第150週年 所以他們做了這個反統 這個日本叫做亞洲的劇本 就是他們其實在講日本 常常自己的報告在上 所以他用台灣殖民地去當例子 用台灣殖民地當例子的時候 然後呢就在說兩個例子喔 其中一個就是用了台灣族的住民被帶去展覽的這個例子 那裡面他也請了一個法國的殖民研究 非常有名的大師喔 在談 這種展覽 我相信如果大家很快的用過殖民理論的時候 就是 這就是操弄人嘛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人間動物園 其實從法國開始講的 那人間動物園也就是 把這些人當成人探望 就是好像帶去那裡當投信一樣的感 所以他其實用這部片子來批評 日人之明 照理好像應該挺不錯的 後來 兩個月後去日本開會 他說他們在一起跟自己來找我 因為希望我能到處他們的反應 他們的背影也很大 也就是這個 有單高市的發展會的話才有 教學生做我們代表才不夠了 那就可以了 他說 評審說他們是聰明 我想這個大家已經知道 因為他覺得這是非常不尊敬 他們是接到合約書邀請他們去倫敦參加展覽 他們有合約的然後去賺了錢回來 學了英語 所以其實是一種 有一點 他認為他有主體性的 憑什麼你覺得他是動物園 是被帶出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就是一個 你可以看到中間的落差 所以最近也蠻有趣的 後來這個他們有一個人進了 他就在講 因為他看了我的一些資料 文章一直都沒有 我寫了大概被帶出了24個人裡面 有15個人留下照片 我寫的名字 那我一打名字中 我忘了文章的 他們來看的照片 有名字他寫的 他說他覺得是他爭取自然 所以他也開始進行調查 那他也在那裡說 其實他們的焦點從來不是人間動物園 他們的焦點是能找到他們的過去的親人 是不是真的去過倫敦流亡 他們很想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講的也就是 其實殖民是一個中央化的 那我們能不能夠去中央化 不要再用中央的一些標準的做法 因為我覺得標準的做法 很難真正的去做到 叫做回應殖民的那個複雜的多變的 甚至是很討論的一些意識過程 因為在博物館 在這一波殖民的影響底下 當然是做了很多 物質文化、博物館化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其實想做的是 把博物館的藏品重新回到文化裡 有任何文化化這些事情不是很好 可是確實是希望他能回到文化 那回到文化的做法 是有一些什麼樣的做法 可能很多喔 那今天可能討論的是 展示文章 其實我知道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很多 因為我自己到部落以後 我現在有一點意識到 現在有很多部落希望我 能不能幫忙做的 就是把部落還有一個保留內裡 告訴他們怎麼保存相關 因為部落也不知道怎麼保存內裡 所以一個是叫我們能不能開班 另外就是能不能拿到博物館來 幫他們做一個保存一個好的保存殼 然後東西在帶著 所以博物館其實是有一些事情 可能可以跟部落有持續的 不一樣的調度的合作的可能性 那當然這中間過程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 就是要有你的資料 能夠去連結到相關的部落 和相關的社區 那希望你們能同一個方法 是真正讓文化可以附贈的 真正的附贈我覺得是需要的實踐 有行動的實踐才可以達到 所以最後可能提的也就是 我認為所有的理想和抽象的理念 它都不可能真空的跳到任何的地方去 它一定有一個具體的內容 那我們其實真正要執行和實踐的人 必須要了解這個具體的內容 然後真的能夠在具體的內容裡面 做一些可以去處理這種多元差異 真正面對當代生活想進的事情 那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福老師的演講裡面 介紹了人類學 主要是介紹人類學博物館 那當然最重要的概念是放在這個最後面 那前面也提供了一些細節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個博物館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那我們雖然都時間已經延後 我覺得延後到底沒有關係嗎 那就還是我們會維持還是一個討論的時間 我們原來預定是十分鐘 還是非常歡迎大家盡量可以提一些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機會難了 您不問我就要問 還趕快 那 先問吧 不用了 時間 嗯 就是說因為剛剛其實講得我們知道 台南人類學博物館 其實是發生很多的變化 然後在不同的時間點裡面 有時候是一個特殊的 就是一個禁遇下小林的情況 所以突然看到博物館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博物館本身 人人學博物館的定位 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定位 跟台國相比的話 台國我知道李書長也是奮鬥的 非常的需要說服內部的人 然後說服之後我們兩名的單位 因為其實當然位階是非常不一樣 然後資源是不一樣的 所以台道人學博物館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演講 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都會聽到說資源有限 所以資源有限下 我們看到說博物館其實是活著 社區活著跟社區的原簡用戶 都可能性 我們知道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很多事情需要做 部落對於博物館很多的期待 那既然資源有限 我們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當然我們要考慮到地方的特殊性 你的看法 從博物館內場來講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的看法 我一直 我覺得我還是一個比較 應該講老派的人嘛 我自己是認為 其實我希望是有確實的一些材料 可以去跟那個確定比較有關聯的部落 來做連結 那所以其實 產品的研究成品還是很重要 因為它會是第一步 它能夠跟哪一些部落 或哪一些人可以結合起來 是有它的一定的基金在 不會是想像 所以這個大概當然就是比較 可能大家認為是比較 這個研究者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我當然覺得 其實要打開門走出去 是一定是必要的 只是走出去一定要用什麼形式走出去 我倒不覺得 因為我覺得至少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一直都是小眾的人 那那個小眾是深入的人 那我認為可以做 也就是在田野的移生出去的時候 可以做那一些 我們可以比較長久的持續 接觸和復動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附贈 或者是賠利 大概都不會是一年兩年 一次計畫 大概都要五年十年長期的 就會看到它一直在動 所以這可能是人類學人能做的 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大概不會是那個 就是撒網都能出來了 我們大概一直都是 一直被當成是社會科學裡面最 最生產量最低的 就是因為 因為它就是 就是長期在一個 比較少一點區域販合裡面 那我還是覺得 其實這有它自己的一套的 裡面跟它朋友的貢獻 會跟其他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每一個博物館都可以做不一樣的事 不需要每一個博物館都做一樣的事 每一個博物館可以用自己的特色 跟原來有一些歷史的軌跡裡面的隆跡 那只要能發揮自己的特色 朝著一定的理想 可是我覺得長期的深入的作 是我希望能夠 能夠 謝謝 老師我想 第一個例子 那個 日本NHK 那個 後來的結果 後來的結果 因為他們打官司 打了四年 結果 判NHK敗訴 好像是去年還前 就是判NHK敗訴 其實那個中間就是蠻有趣 因為他們其實看了我那一篇文章 所以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之前就有老招 那我其實一般也不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 做這個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當時叫他們寫切結束 就是 我只是他們的參考材料 我不是他們的任何部門 然後我說所有的節目 請你們去回到部落 去問部落的協會跟部落人家 他們想要怎麼呈現 他們去了 可是去了以後 我相信你們知道 他其實剪了一些比較悲傷的片段 就是你們說 好可憐 一去半年多 然後一年多都在海上暈暈喘 就是講了 後來在打官司的時候 那些畫面上講話的人 可以開始出來說 他只有剪那個 我講了別的話他沒剪 所以就知道 其實NHK後來實在說 所以應該很明顯的就是說 因為我再還沒有知道這個節目 我是想說 誰能夠真正代表說 那個時代的原住民族的一個心態 對啊 其實我覺得 當時他們後來就是播了影片以後 就已經有人在罵了 可是當然有人在想罵 可是有人在罵的時候 他的導演 剛好開會的主人找我 就問我該怎麼辦 我當時的主人 我對你道歉 因為你傷害 我不管那個 他出發點是什麼 可是他傷害到了 被他撥抱的人的感情 那我祝你不抱歉 你可以說我真的沒有遇到到 被這樣子傷害到部落裡面 我祝你們的感情 因為他想的是一套 理念式的叫做要幫他們解釋 可是部落的人他想的 並不是這樣的解釋 他要的反而是要去追尋那段歷史的 他能夠真的到什麼當時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那一次 所以我有 後來這邊先有一個問題 沒有關係 也是要問 是... 有關係 對 所以也是 欸 也是那個解釋跟被解釋 這個字典 就是 老師你剛剛提出 要 要 要避免就是 我們享受解釋 可是不小心的變成了被解釋 所以 必須一直回頭去想說 這是誰的行動 誰的主體性 而且 必須回到部落 部落發起這個行動 然後 主體性又是回歸到部落 但 我想問 以台大人的學部 不管當例子 當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兩方一定是互為主體的狀況 就是 嗯 很理想的認為 主體性就回到部落 我覺得 那是一個很好的出發 點進很好的 的 的 怎麼說 態度或立場 可是 在過程裡面 當遇到摩擦 或是 某些時刻 你雙方都要展現主體性的時候 那服務館 怎麼展現服務館的主體性呢 或是怎麼不去展現服務館的主體性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服務館的主體性 有的時候可以不用展現吧 譬如說 因為譬如說 好像那個 像那個小林的例子 其實在做的時候 他們其實很沒有興趣耶 沒有興趣 我也覺得 那就是留下紀念就好了 就不用再繼續了 因為本來那個歷史 高雄歷史文物館 很希望他們都出來學刺繡 還辦了好幾次 結果都沒人來 後來他們不辦以後 那個書發下去以後 他們是自己在歐格納下的辦以後 我覺得那我也不是很懂 可是我覺得你那時候 一直要強迫人家去做這件事 用何必能 他也許交點 今天他們覺得 當時可能在意的是別的事情 所以那個moment 不見得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我們那裡我們的 其實可以稍微降低一點 其實包括像那個 國寶的事情 也其實是這樣喔 其實我一直都認為 他們想怎麼推動到哪個方向 我們就陪伴 就是陪著他一起做吧 那陪的時候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 大家都越來越來開喔 就是相互在經歷 因為啊 那講到這種 真的 你們要不要這個呢 他說好喔 那這個也要 所以一直有一些 像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從來沒有想要去主導 他們可以怎麼做 哪個方向的做 因為他們想要的時間點 跟他們想做的一件事時間點 可能不是在我們的規劃 或者是我們認為的效率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我後來有從 我是從媒體上啦 我有去注意到NHK這件事情 然後他其實有後續 可是我從媒體上的報導 他是說那個法院判NHK勝訴或敗訴 他其實是正義的案例裡面 他分很多個案 那大部分都是NHK勝訴 只有一個敗訴 可是後來 後來NHK上訴 上訴之後再審是NHK勝訴 就原住民敗了 可是就是因為原住民敗了以後 日本的民間就有人跟那個原住民接觸 結果後來還捐了一個小神社 那小神社 據說是兩三百萬台幣 然後後來那個小神社就在那個 就是蔡正妍那個神社 對對對 那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有很多的反思啦 就是因為台灣的整體的大社會 沒有一個解決的過程 那因為整個大社會沒有解決的過程 發生這種事然後就說原住民講什麼 是被解決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值得思考 那個思考是真的是應該怎麼說 因為後來那個小神社 就因為蔡正妍的事情 鬧得沸沸癢癢 那那個小神社到底是誰捐的 那雖然那個媒體是說是日本的友人 就是喜歡台灣的友人 可是誰知道 搞不好是日本極右派啊 那那一個小神社後來到 到部落去 那因為蔡正妍 他當然是用另外一套民族主義的論述 可是中國當然就只好跳出來 為自己辯解 可是這種辯解其實某個程度上 其實會變成殖民主義的共謀 那我舉另外一例子 因為我不是很了解真正那個排案主的例子 就是在都立也有個小神社 那都立那個小神社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都立的小團結 他有辦法在成功政公所找到一筆錢 然後他就想要恢復他們的小神社 那因為那時候我在奇美部落 我有收集到奇美以前小神社的相片 所以那時候小凡姐跟我要奇美小神社的相片 他想要做 所以後來都立的小神社 其實不是真正都立小神社 那是蓋奇美的小神社 那可是我那時候就跟小凡姐說 因為我就跟他說 你真的要蓋小神社嗎 蓋那個幹嘛 就是 可是他其實沒有想很多 他就只是說 因為我有辦法拿到一筆錢 然後我就反而想要蓋 然後要文化附贈 可是我就很多疑惑 那因為我們奇美的人就說 都立的要蓋神社 那他裡面要拜誰 要拜什麼 那我也把這個困魄跟那個都立的小凡姐說 我們不論說你們恢復那個小神社 你要拜誰要拜誰 他其實也回答不出來 然後 可是後來就蓋了啦 那蓋了以後 當然後續他們也 做什麼 他們其實想要發展觀光嘛 可是後來當然也好像也被別的學者專家 什麼就有 有跟他們有一些質疑跟討論 然後就說 你們這樣做的好或不好 然後其實有一些討論 然後後來小凡姐也開始有 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他後來的 在多利的文化附贈 就比較朝是阿美族的文化這樣 所以我對於整個台灣的大社會 沒有一個解決的過程 那之後就原住民說什麼 就是便是他的主體線 或者是被解決的 我其實是有疑惑的 我可以這樣說啦 我覺得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個在地的地方 必須要能自己去思考和參與 所謂台灣的解決的過程 並不是哪一個政府說好我們來解決 我們就來解決 反而是要有地方經過這樣的辯論 因為我相信不可能會有一個 大家一下子就有的公司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解決過程不會有一個 一下子大家都有的公司 但應該要經過長期的一些辯論討論 你的想法還是跟他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的部落裡面 可能就有三種想法 但問題這個就是要溝通的過程 所以其實NHK內的事情 我也不覺得他們是錯的 我一直都覺得他們那個屏幕 只是危險 是因為他們要花時間 我一直覺得他們要花時間 就能不能溝通 那如果花的時間夠長 可能狀況不會這樣 而不是他不是說方向錯了 而是他的溝通的過程 有沒有真的能夠讓多一點的機會 讓大家去想然後去改變 其實沒有 所以問題是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解決和背解決 背解決不一定是說 要解你的人是錯的 而是他有一個想法很崇高 很好 可是這個崇高的理想或想法 要到地方不同的脈絡的時候 他需要的歷程是什麼 要讓那個地方出去進去 才可以 因為不然的話 換一個角度來講 自己認為自己有崇高理想的原因 也是一種忠誘感 因為我比你們懂 所以你們看你們都不懂 你們都被殖民了都還不懂 所以我覺得那也是一種忠誘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經過長期的 一些互動 讓他自己意識了解到一些事情 才有可能改變 有一點控制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那個 我覺得所有的殖民過程都複雜到不得了 連小林的名字都是日本人 可是現在他已經不是日本人的名字 問題 因為他經過了那個莫拉克風在 那是一個真的是奇跡性的 所以那個名字在重建所有的 童志村 他三個童志村都要叫小林 那他為什麼他不是在經驗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複雜的脈絡 你沒有在地的一些長期的溝通 跟醞釀的想法 你覺得有的時候會有一點簡化 就是有一些理想 也不要這麼簡化的方式去做 這樣做過程 謝謝 謝謝 我想我們這場就到這邊 那很明顯 從第一場我們就知道 這個殖民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它是一個國家跟人民的關係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那這樣子的一個解釋的過程 可能是一個國家跟個別部落 或者說每個部落自己去理解去掌握 重新去想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然後是要自己再做決定 那所以這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 那我們第一場就非常充分可以體會到 這是一個大題目 不是一個容易的題目 那我們非常謝謝胡老師 我們再鼓掌聲 我們再要歡迎我們的第二場的講者 那我們有一些些的小小的更動 是那個Yuma今天她的 因為她有些行程上的一些變動 我們請了他們的工作夥伴 弗奈瓦黛先生來幫我們介紹 謝謝 我們歡迎她 謝謝大家 各位我們回來了 剛剛有一場非常的緊湊 概念的挑戰很多的這一場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第二場 我們剛剛有很久的休息囉 大家麻煩回來一下 我們欲罷功能 我們繼續 我們的第二場 大家好 陳奈瓦黛先生幫我們談一下 她跟Yuma打錄他們這個團隊 在跟博物館的接觸 我們都聽過 多多少少少都聽過 連我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接觸很少的人 我都聽過 這個Yuma去哪一個博物館 哪一個博物館 去看以前的東西要重製等等 到現在我們也知道 她目前也從工廠正在跟眾議院民主所 進行一個所謂的工作的一個展示 這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聽到 芬奈瓦黛先生這邊 可以跟我們多介紹一下 他們的長時間跟博物館的接觸 那至少我現在可以先透露一個訊息 他們說博物館改變很多 那我們就歡迎芬奈瓦黛先生 謝謝 謝謝黃老師 還有芬奈瓦黛老師 還有芬奈瓦黛老師 大家還有很多課堂問我 不是很清楚的 希望你們能夠都包含一下 因為我實際上不是學術界 也不屬於博物館界的人 但是我這22年來 從84年一直到今天 22年的時間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 做影像紀錄 那今天 我沒有辦法代表芬奈 來做這樣一個分享 因為畢竟 她個人深刻的理論 包括 剛剛芬奈瓦老師說的 台大過去的狀況 好那 這都不是我今天要分享 也不是我今天要在主演談 殖民或者是解職或者是奉殖民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只是單純的想 如果說原住民一直停留在 被殖民解職這樣的狀態的話 那我怕附贈 什麼時候才要做 什麼時候才要做 什麼時候才有時間做 沒有時間 因為這段時間給我的體認是 最大的敵人是時間 時間不夠 最大的阻礙是 我們的勤勞 一天一天的走 所以 如果說 我們一直等到 二十年 二十二年以後的今天 博館開放了 很多的制度也在改變了 我們開始做的話 那今天 我會站在這邊 我會跟證號一樣 坐在底下 聽很多人想 聽很多人在談他的經驗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 就單純的從一個 你像幾乎的工作者 來談一下 回顧一下 那我們這些人 在做些什麼 那我想 我花的時間 可以少一點 因為我怕 我現在已經在吃螺絲了 身上下來的時候 剛剛各位看到 我穿在那件包和那衣服 那是羽絨衣 天愛淋下的 可是 我居然穿它 出現在台北 可是我現在在這邊 不斷地 暗往裡面流 那我今天的節目 其實應該是 我們與國務館 我們是指的 不是只有我 不是只有友馬 其實是 背後的團隊 跟部落的人 曾經 古力物這麼談 他說 原住民的文化 就像芒果一樣 成熟了肉地之後 它才會有 滋養 火樹的機會 它才有可能 再發芽 再創新生長 那如果沒有呢 是用防腐器去保存它嗎 當然我相信 它談這個防腐器其實是 指設的是博物館 但是這個 不能說 我們要批判的 因為 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發覺到 即使是像現在 委員會一直在談說 要成立國家級的 原住民的博物館 對人的立場 我個人 要繼續贊成 除非 原住民有自己的 專業人才 原住民的族人 自己能夠 不透過學術界 不透過博物館界 可以把東西 重新製作 為什麼 因為 待會兒我會講 來 我們看看一下 不好意思 事情 Steven 我們這個東西 對金牌講 那時候沒有太大的想像 所以所以就幫教我說 思路我自己大概沒路可能有限 那個時候就請外面 就開始教我 你知道嗎 學我怎麼做 然後外國就很堅持 他說因為事故只是 所有這麼多女人事故工作 有一個最後的一個想像 但是從這一個做法 其實他就有姿勢 可是我家子沒有要送你這件事 這個故事就不會出來 就為了找這件事 找不買這件事 就花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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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翻譯成英語 讓想要學這樣子的一個知識的人 能夠藉由這個品牌 能夠更理解他 他不是一個神秘 被神秘包裹起來的一個 深山的小屁股 泰雅族的還是需要翻譯 他沒有辦法透過網路直接 轉換成英語聽懂的話 好沒關係 那我們的經驗是這樣子 當初八十四年初的時候 開始真的在部落裡面 在做體驗的時候 就是本來我們很期待在部落 可以用到很多的 不管是知識系統 或者是技術 或者是騎老對 古式文化的這樣的一個記憶也好 或者是他 從他的雅弟 他的阿嬤 或者是從他媽媽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本來我們以為可以 問得到很多 但實際上不是 因為年紀大了 然後漸漸的凋零了 然後他的記憶 其實也真的就是 慢慢的在消失 那我們所謂的知識系統 在過去泰雅族的概念裡面 其實是他沒有太大的系統 他知道的其實只是他這個流域裡面的 或者是他的部落的 隔壁部落的 那你說 太安鄉的 他要能夠了解 和平區的 不容易 除非 還有可能有 婚姻上的交看 可是你要讓他知道說 宜蘭縣的 或者是南澳的 或者是我們講說 南投的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說這樣的一個知識系統 其實在我們漸漸的 這樣的一個田野之後 能發覺到 他其實是需要 慢慢去統整出來 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能發覺到 我們的田野其實 反而不是在陸落 他其實是要回到 國內、國外的國館 當然從國內到國外 其實也是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那目前 也還在做 因為看過完 其實 最現實的是 沒有錢出門 老師 你在學校 你的資源都 相對 部落來講 其實 你也做的很多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制度被開放 大家能夠真的跟原住民走在一起 這樣我們才有機會 真的走到國館裡面 因為在過去二十年前 我想 我還是把一個點好了 我們其實是 到處碰壁 到處碰壁 因為 二十年前的油媽 她還有不屬於專家 她只是一個研究生 她還是一個研究生 可是博物館的態度是 等我們的研究生做完了 再開放出去吧 那你的身分到了 你再來吧 可是我們再想想 如果 這樣的狀態一直 沒有被突破的話怎麼辦 就像現在我們要談 被殖民或解殖 這樣一個過程 就像我剛前面說的 我沒有時間等 因為我的長輩不會等我們 二十年過程裡面 幾乎所有的長輩都走了 幾乎都走了 那我們其實回到 博物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其實主要就是 希望能夠在 博物館所得到的一些 data 回到部落裡面 早期拿來做驗證的工作 那這樣的工作其實 也是奠定我們 從字傳統服裝的一個基礎 那到不同的博物館 其實 日本來講是信任的 雖然有些不愉快的經驗 但是畢竟 大部分是 對我們有正向的一個協助 在博物館裡面其實 也漸漸的 就是從不懂開始 慢慢去挖掘一些問題 請問各位 有後廠庫的族群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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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台灣武派阿密 有 周 沒有聽過泰亞族有嗎 有 有 蘇佐博士 請問一下泰亞族有嗎 没听过 没有 陈宁老师没有对不对 这件产品在大阪的民族学博物馆 那也是因为从土路里面看到之后 在进到宁博做研究之后 真的看不到本尊 那时候分析完以后 就跟陈宁老师来讨论之后 这件我们没办法说它是贵或不对 我们只能说它的可能性 说它的可能性 那怎么说呢 各位看到的这两片布 其实是解释权的袖子 有袖上衣的袖子 他就把两件袖子 担起了这张男生的条袋 那个刀事带 绒合在一起 就变成后场铺了 那这样的案例很多 非常的多 那我们只希望说有机会 去看到更多的现象 也作为就是 不管是族人也好 或者是我想说在教育推广上 能够做一些指证 这扫标误导后代的主人说 我们的祖先有厂库 没有 那回来的东西其实就是做研究研习 不管是指纹或者是颜色 或者是转换成 现在的人可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要进入到组织图 这样的一个结构去 从他的指纹结构去 解构 去认识一件衣服是怎么制出来的 那当然 我们这么说 在博物馆座的研究跟实际制作 还是会有一些落差 怎么说呢 我们在博物馆所看到的文物 其实有很多已经 因为年代的久远 因为使用过度 不管是破水也好 或者是变形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也好 所以当我们在博物馆研究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左右边不对刺 为什么它在缝合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话 其实这不只是技术的问题 因为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都太苛刻地看待 这些文物的技术制作的 各位有在学知库的那种几个手下 有参考地基吗 有 那请问一下 你一天可以做多久的时间 去知识上 密集的时候可能八小时 半小时 半小时 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上课的话 就 可是半小时你能够真正的 你记得坐在那边吗 坐在那边吃吗 今天有吃饭吗 有吃饭吗 可以啦 可以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们的祖先 阿嬷他们知乎的状况 大概会是什么 或许其实是单纯 不是物能 所以他每天能自作的时间 其实很有限 可能我们讲说 集体了 他醒来了 或是睡不着了 他醒来了 你就会在部落厅那些 通通通的吃不吃 那些时间不长 有不起两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天将要掉之后 他一定要出门 为什么 因为他的原子 其实走路可能要只有两个小时 甚至更久 那他白天工作 下午回来 所以他回到家里 还要动饭 给你家里一个吃 所以他真正能够吃的时间 也是他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长辈说 我们以前走路的时候 一面走路里面挤麻 一面走路里面挤麻 做现 为什么 因为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 国务馆很多的精品 不管他是毁损了 或者是其他状况 其实那真的都是 一个指责他 花了一辈子的精神 在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解 一个妈妈 或者是一个阿嬷 他一辈子能够 织的衣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为什么 因为服装是织给孩子 织给先生 织给孙子 他们是哪来卖的 请问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步 大部分是哪来做什么 桌子 是你的用途 这二十几年来我所看到的 很多人当然 回复这样的一个技术也好 或者是说帮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说帮自己的小孩 做他的价益也好 或者是我们参加节庆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人 比较自己 可是好多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础 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其实是希望能够把知的布 来做什么 拿去卖 对不对 拿去卖 这个背景 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会 或者是很多的部落的人 一直到博物馆做这样的一个回溯的动作 其实我们非常的感慨 非常感动 为什么 因为终于有人看到 终于有人知道 怎么回复自己的传统 回复传统不是只有说我叫什么名字 不是 那只是一个符号 就像我说我叫老奈 老奈只是一个符号 那只是一个符号 老奈其实就是 就从名字里面去理解一下 你说太阳珠 他的命名的规则是什么 最多就是这样子 当然 如果说再延伸的话 可能我把我的主线的名字 全部抓出来以后 挂它起来 那就是我的祖父 就是我家的家父 那这段时间其实可能有关注到也同工法的大概都会了解到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在重制这个区块 那从这其实 我们是希望就是透过佛馆的研究了解过去到底我们的辅士长是哪样子 他为什么还要花更多时间到国内外其他国馆再去看更多的资料 其实做了这四年我越做我其实心越虚 像正好前几天在大队上说 他一直知道这个是哪个主群的 是哪个主群的指纹 我不想回答 就是我觉得我越看我越做 我觉得我了解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真的 因为如果说有机会到国外更早期的收藏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更丰厚的这样的服饰的一个基础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说 这个指纹可以确定是哪个主群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我们只能去做到说 太亚族阿的知悉 实际上我们不止 不止阿的知悉 只是我们大陆 从不管是河流的一个 或者山川的这样的一个阻隔 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实际上是还有更多更细的东西 带我们去发觉 从此 从此除了就是 前世现在其实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要为当代留下一些东西 从此其实只是一个行动 只是一个行动 可是没有行动 就是永远不会有东西 永远看得到东西 二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我们看看一下我们做了哪些 就是跟前馆合作 就是出了这本专辑 那五年的时间 前后重置了两百多件的衣服 当然 之后我们其实也跟 台国 准备庄这边 合作 也重置了 第三行博物馆 还有 乌兰格泰亚博物馆 还有 就是我想说 现在的维线馆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 浮世的重置 但是 这么多的合作的机会 其实 唯独对维线馆 我们有 该批评的地方 但是我想 这不是今天这场的要谈的 那也因为就是 花了很长时间 所以渐渐的 从老人家的口述 从博物馆的文物里面 渐渐的去堆 堆叶 渐渐去累积 知道说 原来 过去 我们的 服饰公寓的工序 有好几种 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 或许可能 大家会觉得是 不是技术的学习 或许可能很单纯 其实在泰雅族的过往 其实不单纯 我说不单纯 是因为 或许有人漏规 传语 不传外语 所以所有技术 传给自己的女儿 连习父都不传 连习父都不传 那这位 是鱼玛的老师 她的佛佛 她有非常多的文物 尤其是 尤其是北四群的新疗服 最多的收场 应该在科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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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出自她的 婆婆的手 她这把交易 她只教了她自己的女儿 她的女儿到了现在 二十年以后 她现在已经 几乎是植物人了 这个技术 将会随着她 到天家去 这是很可惜的 那尤其是 那尤其是 如果照过去的 搞大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几乎是学不到的 他动用了非常多的人 那也还好因为 我们同样是天主教徒 用宗教 用神父 用很多长辈的说服 终于她小童 然后 因为她也知道 她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她要学学不到 她生活在 这下低法教育的家里面 可是她居然没办法学 可是她技术是怎么来的 因为她的底子很好 所以她就看她婆婆子 可是她婆婆再看她在枝 马上就 卷一卷 就休息了 那你去帮我拿什么 请帮我做 我渴了 要做什么 她一走 她一赶一赶一资 她回来又把我收一收 还把我收到 我都想到 你感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这些年 我们才打破这样的一个肉鬼 我想 好认识我妈的人 应该知道 我们其实 也不断再陪伴不同的过路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不要踏入我们的 过去这样的一个辛苦的路 我们也希望就是 博物馆开放了 我们的技术可以早点找回来 这样子我们的衣服 才有机会在部落里面穿 所以这些服装 不管是用高机或者是地机 这样不同的技术 也渐渐的把它回复起来了 当然有人会说 这样的服装会不会太被选了 不管它的配色 或者是它的形质 或者是它的指纹 我不是该怎么回答 我就只有说我们没有创作 我只是用当代我找不到的材料 跟接近的色彩 来重新把它制作出来 这个是北市群男女的结婚礼服 这是女生的结婚礼服 曾经一个头上 一个头上 老师我还是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是在台大的一个 美学的博物馆里面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狭小一见 上面名称不小 用途不小 但是从哪里搜得很清楚 读场色 很清楚 那个时候 还没有输入相机 那就记得 好像老师跟说 好像不能太窄 怎么办 苗 因为时间很短 就说 你画骨片 你画色彩 你画指纹 就这样子 四个人 把这一件画回去了 然后重新组合起来 然后给亚基看 亚基看了 都在哪里 那我们就觉得 亚基有什么 有什么没有反应 就看到亚基哭了 亚基哭了 为什么 部落没有了 部落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可是后来我们在 再重新跟 与妈的师父 在跟她共同的时候 她好不容易 她说她婆婆还在 好不容易就是 说服她婆婆 让我们描一下 没有这本精致 因为她的主要的工作 在新娘礼服的制作 配件不是她的工作重点 所以她做得比较粗张 那个是我第一次在部落里面看到 唯一的遗件 唯一的遗件 对 所以后来我们重制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说 在谣传说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我们的 那个他们不知道 从哪里找回来 都是从哪里做的 就像我印象中 86年的时候 文藩苗栗县的文化活动 那时候我们就 重制了一些服装 可是那个时候技术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细节 其实都没有那么精致 所以说出来的东西 部落里就说 这不是我们的 是图片 跟博物馆里面拍到的东西 给大家看的时候 他们都说 不可能啊 因为我从小 她的年纪已经到了八十岁 她说我从小就没有看过 怎么会有 是 没有错 这句话也是让我们变清醒 因为 2013 我到民国去的时候 也拍了一些找朋友回来 其中有一件事 美诗群的长袖短衣 就带了去给阿嬷看 现在我们那边 唯一的文面阿嬷 她怎么说 阿嬷 阿嬷 你自己做的 你怎么那么厉害 我听到说三条线 我就跟阿嬷说 阿嬷 这个不是我们工坊 这样做的 这个是一百多年以前 就已经离开了部落 一百多年就已经离开了 我说 那个时候还没出色 那我就问她说 那你刚过的这些 我们讲说 每次学的传统服装里面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服装 她一直咬头 那时候她七十几岁 但不是 我时间纯乱 她那时候 在94岁左右的时候 她十一次非常清楚 现在不行 因为她现在中不了次 所以现在常常去的时候 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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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宝奈 宝奈 宝奈 哪里的宝奈 这样的处境不是最近 我在二十年来 我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 我去看个长辈 隔了几年再去看他 他就会说 你是谁 你爸爸是谁 那他也严重到 他连自己的儿子 他就会说 你是谁 你是谁 那经历过这么多的 这样的一状态 其实 能发觉到就是 为什么要回到博物馆 做田野的 最大的远离 因为长辈真的 很多记忆真的都没有 连他自己生命记忆都没有 那我们如何在他们身上 能够挖掘出 我们所谓的宝 是吗 对不对 我唯一能够挖到的宝是 他有一天可能 突然 阿非所问 你问 他回了 回B 然后就这样叫他问 问完之后 突然就冒出一个答案 就会觉得如获之报 就是 哇 这几年的辛苦 好像有一点代价 结果我们不能用代价 应该是说 真的是 就这样高兴 但欣慰 真的很幸福 这是大科坎族的 这是新竹的 王范范范范的 这是大科坎 这是北范范范的 这个是宜兰南澳 看起来我们觉得宜兰南澳 实际上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案子 就想要去了解一下和平区的传统服装 为什么跟南澳的很像 尤其是李山环山 甚至跨过去宜兰四季南山 再翻一个堂布大森到宜兰澳地区 为什么这个区块的服装 如果你不细分 你会觉得不一样 可是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常常在想 假设四百年的迁徙 四百年前的大迁徙 那是不是 我们从千里的路径 再回溯的时候 都是从干 或者是从这个区块跑出来的 为什么跟出去之后服装都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 所以为什么想说找到更久远的服装 不管是国外的公馆 更早期会收藏的 就是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变化是什么 当然就是跟外界的交通 不管是平补也好 或者是平补跟外来的 不管是核心 或者是更早的 可是我们找到更切切的一个答案 找到那样的一个证明说 不管是文献也好 因为毕竟物质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其实比较少 相对的时刻 所以我们研究完之后 看到原来这些大区块的服装 长得很像 可是当你在去看它的技术面的时候 它就知道 它的确正好就是正好夹的 子宁老师的就是子宁老师夹的 绝对不会一样 为什么 因为等到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技术不会穿 但是也很好玩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田野的过程里面 发觉到 有一个阿嬷 她是从四季 嫁到环珊的 我先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大区块 从四季 南山 环珊 离山 嘉阳 这个大区块的 它们的现况是这样子 大约在我们讲说 中航公路开通之前 它们还保有传统的技术也好 或者相关理事事也好 可是中航公路开通之后呢 很快 为什么 因为 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在做什么 不知道经济作物对不对 水灵 水蜜桃 或者是苹果 所以 人变了 为什么 我需要生活啊 我需要穿更多的钱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要读书 所以 如果说你的同学可能是离山环山的 这个 也许你会发现到他把他的价值不错 只是成绩的时候 八个年以后 开始走下路 为什么 因为 慢慢开放信口之后呢 价格就低落了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转息 所以 我们讲说现在八十几岁的阿嬷 大概76到86岁这段时间 这个范围里面的阿嬷他们的现况是这样子 他们在小的时候 都跟着他的长辈 学过基本的 我们讲说 智线的工序 会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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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他没有资的技术 资的技术断过了 然后到了 八零年代 七零年到八零年的时候 那时候 家政班 在国内政兴旺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了一个随喜的过程 可是到最近呢 因为 我们讲说 行政系统也在改变 所以没有资源就填了 填了以后呢 这技术真的又填顿了 这个是目不安全的 各位 看到这样的画面的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像太子吗 其实 从这之后呢 发觉到 对部落的问题 还是不法解决 心境不法解决 可是 你怎么样能够让一个 有心来学习支部的妈妈 会安心一点 请问你 你学支部 谁支持你 如果有家呢 怎么办 你有没有办法 安心的来学支部 不安心 很难 所以 怎么样 解决这些 就是妇女的一个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 就是 还是要想帮她 让她赚钱 就要结合很多很多的计划 跟不同的方式 让她们能够专心来学习 这些年 这些年其实我们也把 我们所知道的部分 完完全全的 有毫无保留的 在这个网站上 那我现在 因为我刚刚有请 我一直帮我看一下 这个网站好像 不晓得是被关掉还是 这个网站是文件会的 那 曾经有人说 你们怎么 那么舍得把你们 这么多年累积的东西 就这样泼上去了 你们说 这不是我的 它本来就不是我的 它是属于这个主权的 假设我们讲说 原住民传统智慧 它本来就应该回到 它的原初的部落 有什么事我拿着呢 各位 如果那天我呼吸没了 我能够带走什么 没有 我顶多就是 带走依靠 Seguro 或者是传统服装 就什么都没有 那要给 为什么不早一点点 让更多有心的人 可以早点知道 也认识自己的 服势文文化 那这个是网站上的 一个相关资讯 有机会各位去卡书一下 我再多半点时间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其实 曾经我们也一路的徘徨 一路的走走停停 你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得下来 走到现在 还没有死 我会微笑就活久一点 因为坐的越多觉得好像 不能早点走 走得有点不干 因为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 那其实一个是回馈 回馈这个主权 一个是承诺 因为在田野里面 长辈说 小孩子 我们的文化 要写出来 要传下去 这样他菜有可能像石头一样 他不会坏掉 可是他绝对想不到 石头也会有光业的一天 会有风化的一天 我们的工作其实只是 怎么样让他 让说 变得慢一点 文化是在变的 要怎么样让他慢一点 我可以抓紧他的脚步 其实 做空管研究 就是希望他 让这些文物能够回到 他原来的场地 就是步步 要让他躺在博物馆里 因为他这样的话 当真的是不见天日 我相信这个是 祖先不需要看到的 我们只是努力的去做 文物不可能不坏 但是我希望他早点坏 为什么 就像在我盖植物一样 17年 我连盖到翻书 你做了五次了 那有人说 你这样花了多少钱 我说早就已经去 该动那个 十二路的男子了 就讲上台湾了 他说那你为什么那么笨 为什么不当初一次做 你就不要花整颗时间 没几年就要做 我说我说我的思考不一样 就是因为要不断的做 不断的引进新的年轻人 这样子他才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 这样不断的操作 技术才会选手 就像支部一样 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不要只做一件 麻烦你多做几件 技术存手 顺便去带新人 这样这个文化才会传下去 不要留在你身上 不要留在你身上 不管博物馆在做什么 我想我们就快点跳过去好了 打破传统的反应吧 刚刚老师说 去中央花 那中原院的东西 他应该是还没有出来过 然后我们也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睡 所以最后才会出现一个 共主人类学的方式 所以这样的一个掌 其实当然要感谢人很多 终于就是他们的管理办法也改变了 真的能够走出去 真的跟原作民走在一起 这样一个展览其实是没有说明牌的 各位听会觉得你喜欢 没有说明牌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文物 到底它叫什么 正好你分享一下 你去看过之后 你觉得这个展览给你的想法 你的刺激是什么 讲话一下 就是我觉得可以 因为没有收明牌 所以你可以比较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去重新去看待这个文物 我都不会说 一般如果说像博物馆有一些很明确的收明牌 但可能收明牌不见得是原本的 才记者记录的东西 你会对它就是有一个假象 但是没有收明牌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看说 这东西它可能到底是 就会自己去思考说 它到底是真正是又在哪个用途 那你的想象都不会被文字所局限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希望族人 能够用心 用心去接触他 而不是只用眼睛看看 眼睛看很快 现在我们以前说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很难 因为我们现在 每天接触的事物太多了 你可能一目可能这几个字 已经要过目不忘了 然后有过就忘了 我们现在的状态大概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 如果就是让族人重新认识自己 然后希望就是 透过这样子 因为没有收明牌 所以老人家就会 就会一直问 为什么没有收明牌 这是什么 很简单 我说亚爸 阿嬷 你看一下 回想一下 你的亚爸 你的亚亚他们 亚基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给你的资讯是什么 我们希望的是 这些资讯能够从部落 重新慢慢的找回来 而不是我们直接从博物馆搬回去 如果这样的data 是从博物馆搬回去的话 自己的东西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这样子的方式 那很重要就是 这个工作的展览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开会的研究 总共会有八次 八天的一个开会 所以 会来的就是专业的职责 会来的是真正想要了解 这些传统服装的 这样的一个职责 那我们也开放给一般 一般部落外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派亚族的人自己不支部的话 怎么办 那这技术有什么传 也是要透过外的人 所以正好 技术或者是文化的找回 不是只有靠自己族人 事实的透过外界的力量 外界的人 会有更多的支持 就像 我老师 有名老师 他们都会在需要的时候 散开他们的大门说 你们来 我们尽量 我没办法 我们去找其他老师 对不对 老师加油 因为很多长辈看到被注意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印象就是 八次上是这样子 记得以前做典业的说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衣服 有 如果是卡哈 卡哈就是被租 我那个被租 那 你在哪里看过 我家的古仓啊 那那个古仓已经是 50年60年了 早就没有了 那我说东西都去哪里 一个是说 跟我的阿公 跟我阿嬷走了 陪葬走了 那有的是怎样 房子烧火 没了 所以我现在在部落里面 我这次工作的计划里面 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前天 以后的 双喜部落的一个长辈 他只看着那个猪群 我们现在讲猪群 其实过去不叫猪群 然后他要做的概念 那个叫比辣 贤 其实是贤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个是嫁妆 或者是赔偿 这样的一个功能 他并不是真的拿来穿的 那我谈一谈以后 他说 我家也有 我一天 哇 我眼睛很亮 亚基在哪里 在我的家 真的吗 没有被 因为 这几天是有一个 上个月才被探走 跟着李亚当 我今天讲了 真的埋进去 我说有多大 看一看你的 你的展示的猪群这么大 我就说 不好意思讲了 我说你很不好意思 他就用手抬一下 我以为他会拉长 结果他这样 从来拉拉拉拉 哎呀 好 大概B5的尺寸 啊 喜出望外 眼睛马上亮了 我说要亚基 那这样好不好 我下午去你那边 你会不会在 结果他很紧张 他说我们先去吃饭 好 下午下午以后 下午就打电话来了 就是通过另外的年轻来 我说要亚基 我还是亚基说想去东四一下 好 我一天 两一三一号 他害羞了 不好意思 而且 突然间这样的一个举动 他其实 有担心 我会不会把他拿走 就是人家从家 就说你让我拍照 然后接受我的访问 你讲几句话 你的感言就好了 然后他说 好 你叫你办 叫你个来 我等你 他说我会一直等你 他站着我会一直等你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因为有太多的亚基 到时候 他说我会等你喔 你来喔 结果我一忙 没去 我再听到电话的时候 他说我哪里 你没有礼貌呢 雅基已经走了 这么多年 其实就是处在这样的状况 很高兴认识一个人 然后很快就很难过 已经走了 还没有跟他谈太多 走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很快的 搞到很多人说 你要不要去 你要去国务馆 你需要什么帮忙 好 我们知道的 好 以后不要像我们一样 不要走一样往路 不要一直到处碰钉子 不会啦 因为现在 国务馆已经很开放了 已经很开放 有国外也是一样的 但能够到国外是因为 这些年累积了一些基础跟信用 然后他们知道 国人不是去要东西的 然后他们说 多论多的贝博师说 你是要来要东西的吗 我说对 我要 所以我说 我只要照片 只要去拍照片 然后我研究的东西 选 好 很想 为什么 因为 贤贞子 他们就寄了一个火神 就是火箱的火神 那时候也请教了梓霖老师 因为他再多晚才知道 照片传统 很多朋友就说 这个应该叫什么 然后回复他 他们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给他资料里面 也是不想 就是 这么说吧 我们跟博管的关系 其实是 不断的在做 check 不断的在做互相的分享 不断的从 各自理解的东西里面 各自去比较 各自缺少的东西 就是 其实 对我们来讲 感谢 真的要感谢 因为影片好像没有放好 我就把它跳过去好了 小朋友来 其实也都各自 讲了一些的话 像这位主任 我觉得他 他讲的让我很感动 因为他说 看了我也想哭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听我的爸爸妈妈 我听我的亚彼 他们一直在叙述过去的 不是的应用在这个时候 他说 我都没有看过 他说 他们都没有到博物馆吗 博物馆在哪里 然后我就说 你知道到博物馆 还要给比辣吗 要买票吗 这样子 他们就说 那为什么我去看我的东西 我还要给钱 说没办法 不全不占你 所以 这规则是什么 你只能 配合 但是我说 如果说哪一天 你真的要看到你的 子群的东西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文物上面 显得很清楚 磨磨磨 就知道这是哪个家族 就像尤曼家族有一件衣服在 顺意 为了那一件衣服 特别去找馆长 去看一看 他想想 你不是要来用东西吧 没有 从来不要东西了 你只要照片 因为把照片拍回去以后 技术面的部分找到以后 我说 我重新做一个盘埋好了 为什么 我说 我玩一个游戏好了 三年 跟博物馆合作完三年 第一个就是 你研究以后 整个Data 跟基本资料 就可以累积 对付 这个中心 可以回馈给博物馆 那博物馆 它有一个重置的服装之后呢 他可以做展示教育 这样推广的工作 老健 让他休息 不要一直出来晒太阳 不要一直出来照LED的灯 对不对 他就不容易 很快 那第三个呢 因为是部落座 所以 部落妇女有越就越机会 对不对 那部落妇女的技术 会不会更提升 一定会 所以不断的做 但是不是 比较不自快 不是 比较不同的博物馆合作 这样子 是三年 搞不好更多 那当然啦 就是二十年来 还有很多 慰敬的工作 感谢苏主帮我提点 那 知识分类 不够详细的确 因为我刚刚已经提了 泰雅族的技术系统 其实 不是只有八个 还有更多 但是我们要找到更多的资讯 来 加强我们这样的一个乐数 不是 文士的基因库 也不够健全 当然 当然就是 极老知识 其实它真的是需要食物来刺激 也是这次奉作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可以的话 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把所谓的泰雅的服饰的知识系统 能够建立起来 不管不同的面向 其实是对未来的子子尊孙 或者是对各位影响要了解 泰雅族服饰文化的 其实是一个 不能说捷径 至少是 你不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走错误的路 当然就是还要做跨文化的比较 这样的比较 其实我们的先起计划就是 做核心区的 就是去比对一下 就是我们讲说 泥山环山 嘉阳 还有就是宜兰的 南山四季 跟南澳湘 这个大区块里面 不管是牵引也好 或者是技术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讲说 跟神话有关的 这些东西到底它的差异在哪里 然后再回推看看 假设那个400年以前的大牵引 它是来自 你讲 那或者是哪里的话 是相对新的课题出来的 为什么同中出去 可以分出这么多不同的 这个是 永远解不完的课题 那我们的愿景 那重置 是希望能够 让更多的人来应用 因为现在见见很多的人结婚 就说 有没有礼服可以租 说礼服 我说礼服 礼服店很多 你为什么要来自助住我们的 没有 我的亲家说 你是原住民 你应该要穿一个 礼住民的衣服 那我说 那你的亲家又不是打烟 为什么要穿 不是啊 我们张瓜妈 这样的话 我的亲戚他们也会说 哦 原住民的衣服好漂亮哦 感到漂亮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回归到认同 认同做我们 认同这个出去 是 至少 你知道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做这样的工作 有一点安慰 有人认同 然后也有人在催我呢 你们说 哎 你们那个装修的衣服 怎么弄见 你要哪一种的 传统的 我说不行 传统年金房给博物馆了 那是钱馆 还有台湖的 那现代的 现代也没关系 现代则被你怎么穿 弄破了 没关系 就是 你要 你要输 你给一点钱 我再把行券说一下 这样就好了 当然啦 博物馆的在研究 这个是不会抗顿的 所以 今年希望有机会 多伦多 马杰博士的一个 捐赠的产品 去做一个 data 资料的一个 保管 那 那未来 原作民的方向是什么 到底他还要提供在殖民 被殖民 或者是被解职的状态吗 我想 不要去想 因为我们都没时间等 我们都没时间等 我 跟潘老师一样 我们也都是 这个 脯子也白了 头发也白了 我在路上已经变成阿公级了 可是我的心还是只有18岁 我的心还是只有18岁 可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我就变60岁 为什么 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起来了 爸爸 爸爸 做什么 问我 你不要打课睡啊 你要睡觉你就去床上睡 为什么在打课睡 我说我现在在看着电脑 他说电脑里面又没你 又没有没你 他说你不要看没你 他妈妈来看到你 你又被修理 原来我们也是 快要走入那个 我常常说已经走到 已经进去一半的年纪 你 当然了 我们希望就是 有机会 让这个公益学校 可以把它盖起来 当然了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需要很多的人 也许要募款 也许要我们部门支持 然后 不去想他 这个概念 继续的带你 继续的推 也许有哪一天 有人会说 好 我们一起做 对不对 我们一起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 不是只有做你 因为是做台湾的 但不是只有你 这是做 是台湾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 如果说 有明会在推的这个国管 它的概念 可以构合的话 它不是做原住民 它就是台湾的 好 那 讲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 没有把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李子明先生 台博的人类学组的组长 我来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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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 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大家好 今天也有一点晚了 那么我就尽快进入我的题目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是我们都活在一个后殖民的年代 国务馆应该如何面对殖民的过去 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是因为 我看到本工作坊的题目和诉求以后 我心里自然会浮起来的这一句话 当然事实上可能只是两句话 我们都活在一个后殖民的时代 那么果真如此 那么博物馆该如何面对我们殖民的过去呢 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像大家就开始热衷的检讨起 国务馆和实民主义的关系 我想我自己也可能会 对这样子的讨论 有过推波助澜的贡献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是在讲台国馆和殖民主义的 那么我想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就开始热衷的检讨起国务馆 到底看殖民主义有什么关系 那么其实好像 我只是今天已经好像十几年前 我就参加过一次 好像是在史田馆的一个 也是一个工作坊 当时我讲话的顺序 也是正好就排在台大人类学系 胡佳玲老师的后面 那么那么这个 我们两个单位 台大人类学系和国立台湾国务馆 那么身为在20世纪的实民主义下 一个官方的一个学界 博物馆里面的最主要的代表 那么经常是被点名会在这种场合里 要来坦白一下 那么当你年复一年都必须免不了去 需要扪心自问或者是被人家质问说 你这博物馆在实民时代到底造了什么念 至于不在的必须要自己反省 当你一天到晚就这样问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真的已经活到一个 因此我才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已经真的活在一个后子民的时代 那么该造成的已经造成了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国务馆该如何面对我们子民的过去呢 那么所以接下来 我想分享一下我对这个上述这个问题的一些议会 那么首先你看这个上面这是台博馆 那么谈这个殖民博物馆 大概这个这是非常典型的殖民博物馆 我想这个连讲都不用讲 你看它的外观就很不言之于就是一个很殖民的博物馆 那么我自己在台博馆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年 但是当我进入台博馆的时候 殖民时代早就结束了 那已经是一九九九几年的年代了 那而且在博物馆在很多方面 已经早就不是当年那种高高在上 它是那种神社家观金的那种殖民式的博物馆 那我在博物馆的同事他不是学自然的 那就是学生物的 要不然就是做教育还有很多做行政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当米汉他们说 那么谈博物馆和殖民主义的时候 大部分人的反应就是 你做博物馆就好了 你不要去谈接触政治嘛 那么环顾的确 其实谈殖民主义的确你看博物馆里面 我们有各种类的收藏 但是就没有一类收藏叫做殖民的收藏 那么除了那种建筑外 好像你真的不见得能够在一个博物馆里 看到到底多少有多少跟殖民相关的 这个文物或者是制度或者是展览 博物馆不是纳粹的集中营 集权和暴力不会在那里赤裸裸的 就暴露在那里 那么当然虽然还有很多 已经有不少纳粹博物馆最近都已经成功的 转型成博物馆 那么 我觉得在博物馆里面 体现的殖民主义 不是那种 我们大家平常想的那种 具体的这个暴力或者征服的形式 而是一种比较细腻的文化和知识的操作 那么 所以我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 博物馆如何体现殖民主义 或者是说殖民的治理如何通过博物馆的技术而成为可能 这个问题我其实在过去很多 我这个本来今天这个PowerPoint是准备就一直会谈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看可能这个我们的时间和这个今天的时间可能不是那么够 但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在过去不同的场合曾用过许多台博馆的收藏的 和展示的例子来阐述这个意思 就是博物馆如何 它其实会体现出殖民主义的 那么例如说 那么我们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看太多 那么我最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像 这个 你可以发现总督府博物馆在1930年代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高沙族时代出现 今天你大概今天高沙时代不是高沙族时代 那么今天我们族历史大概都不知道什么叫高沙时代 那这是什么时代 只知道有明镇 只知道有清明或者日治时期 那么民国时期 那么国馆里面的历史战胜 在日本时期其实出现了一个高沙时代 那么其实高沙时代的 像高沙时代里面展什么文物呢 那么展的是像这几种 一个风尘秀奇所画的善面 善面讲的其实是一个 它如何要去统治 它对这个帝国 日本帝国的一个构想 那么这个则是一个 当时有一艘 他们派有马情信来台湾去视察 那个河川幕府的时候 河川家康的时候 派有马情信来台湾去招呼 总而言之这些资料 今天当然对大家历史资料 对大家很不熟悉啦 但是在博物馆里面 在那个年代就出现了一些 像这样子的 而且它集中在一个区 叫做高沙时代的区 那么其实这个 整体来看就是证明说 它其实在很强烈的在 透过博物馆的展示 来强调当时的台湾和日本的关系 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从博物馆展示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你可以看到 那个原住民的展示 其实博物馆也是 今天看来也是这种文化标本式的展示 但其实像这张照片上面 它其实当时已经有不少的 模细在展示了 有没有 简单的讲就是 这个族群的观念 像这一张的 早上胡老师有讲到这个 原住民的族群的观念 其实也是在这样 博物馆的这个环境中间去 它不见得 博物馆不见得去研究 去主要主导它的分类的研究 但是其实博物馆是一个 很重要的场合 让这个学界的 或者人类学的 关于族群的分类的知识 去具体化的一个场合 那么我想这两个例子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特别再多深入了 我想用一个比较 比较我觉得是最喜欢用的例子 叫做 人偶 人偶的例子 其实博物馆其实很喜欢用 大大小小的这个人形 来作为呈现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视觉焦点 那么我在这里讲的是一套人偶 台国馆的长设展预计在五月 五月底会重新开幕 那个长设展的展场也会展出一套 当时1910年制作的叫国多人偶 那么这一套也是国多人偶的一个系统 但是只是比较后期 我今天倒不是叫介绍这一套人偶 是介绍这个人偶背后 所代表的一个族群展示 这一套人偶其实是这个 当时是放在一个历史式的展示里面 是一套叫做日本人种模型 它是大概是我放在这样的地图的这个背景之上 那么其实你细看这一套人偶就觉得 我们待会再看这些分类 其实它算是日本人种模型 但是这一套日本人种模型上面 其实完全没有一个日本人 有台湾人 还有一个中国人 有中国人也有台湾人 那么还有高沙徒 还有其实基本上这几个 这几个都是上司日本帝国的一些 一些为它统治的地图 那么你会仔细看 就可以发现这个 这是这两件是当时展的这个 原住民高沙徒人像 但是你怎么看也恐怕也很难看得通 它是之前今天的原住民 但想说就形象它比较像毛利人 它大概制作的人知道说原住民有纹面或者纹身 所以他会把它披过成这个样子 真正好的那一套接下来博物馆会展现的那一套 当然比这个精致的多了 但是这一套人偶却一直长期在博物馆展现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民国48年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其实民国48年已经是战后了嘛 那这一套人偶这一套人族群的人偶还一直摆在那里嘛 结果有一天在这就是这一件人偶就是朝鲜的人偶就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朝鲜韩国的记者到博物馆来看 就看到这个朝鲜的人偶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你注意到这个人偶其实是抹凶的 韩国人对此非常在意 他觉得这个人偶不完全污蔑韩国 那个记者又跑去跟博物馆抗议 博物馆当然回答他就是说其实这不是博物馆 当时的博物馆是民国时候省立博物馆做的 是日本的博物馆做的 但是这样子回答其实对韩国人来看其实更生气 他觉得是日本人做的他当然更生气 所以就一直抗议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那么最后这个经过韩国外交部的抗议 才把这个人偶拿下来 他其实事实上又送两个人偶来 博物馆也因此遭受很大的贫瘠 后来当时的陈列部主任陈小泉先生 他其实是一个自然科学做生物的学者 他就下台 那么后来接他的人 就是海大林HC的陈希露老师 这是一个很 其实并不见得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个人偶的事情 其实反映出了一个博物馆 后面关于族群的展示 特别是关于他者族群的展示 可以是多么的误导 那么这些误导的背后 其实又隐藏了多少这个职民的考量 当然其实这个很乌龙的这个事件 其实对当时的这个审理博物馆来讲 其实是有点乌龙 但是他其实接收过来以后 也就并没有特别体察这一套人偶 然后背后所的殖民的意涵 然后就摆在那 最后韩国人受不了的 跳出来去抗议 那么这个事件背后 其实我讲的是说 其实博物馆 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很简单 博物馆该如何面对殖民的过去呢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 要如何去面对它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博物馆在过去是如何 不管是它有意或无意的 去维护或合法化 殖民治理或者殖民权利的过程和手段 那么作为文化过程的殖民主义 它其实是一种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 或者一般熟悉的那种 比较暴力的形式 它可能就是比较表达的形式 通过刚刚像刚刚那样子的 收藏的人偶的 还有展示的一些特殊的符号 展演的形式 建构出一个它的殖民的论述 那博物馆所代表的现代性 那日本职权所代表的殖民性 与殖民论述所隐含的日本性 其实你都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 那么我刚刚是大略的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展示的例子 那么接下来我想用一个收藏的例子 那么来讲讲博物馆和殖民主义的关系 那么我刚刚用的是一个很快看过这个博物馆馆内的情形 那么我想最近 接下来我想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系 一个我最近观察到一个 你知道其实博物馆 传统原住民的传统物质文化 其实大部分都是收藏在博物馆里面 那么其实很少人去知道说 或者很少人去了解到说 这个长期下来博物馆收藏的 对博物馆收藏里面 对传统物质文化的收藏 其实已经造成部落对他自己 传统物质文化严重的断层 当然这个是一个结果 但是其实很少人特别体会到 领悟到这个断层的对有多么严重 那么我想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谈 博物馆收藏其实 不管它其实很多当然 其实你说博物馆的这些 收藏这些传统的部落的 原住民的这些传统的文物 它不见得一定是真的 我们所想象的是非常合法 就我自己了解的大部分的博物馆 包括公家的博物馆 甚至私人的收藏里面 它其实并不是像这个 大家觉得它真的是用骗的 或者是用抢的 或者是偷的 或者是强迫的 当然也不见得没有 但是就我知道台湾的或者世界的例子里面 民族的博物馆里面大部分的收藏的来历 都不是那么不合法 但是这是合不合法是一回事情 那么整个收藏的过程所造成的一个知识的断层 其实还是同样的很严重 那么我想要谈一个例子就是 我最近的一个 对不起我没有做抛外讨论出来 而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 你知道最近我参加了一次这个 你知道原住民传统智慧财产保护法这个事吗 我最近参加了一次他们的传统智慧财产保护法的一个 一个评鉴的会前的会 那么它现在进行的是有几个台湾的几个 有几个推选的几个代表性的部落来做一个示范 那么那天我参加的一个是讨论的是一个 卢凯族大南社的一个 他推一个大南社出来 请大南社推一些他们 他这个社 以那个村作为代表 来推几件可以申报传统智慧财产的 那你知道那天我们想到的大南社推出来的智慧财产 他们要不申报的智慧财产是什么 会所 大南的会所 那么我想所有的大部分的做这个 那个博物馆或者人类学的这个 收藏的大概也都知道 其实大南的会所 雕刻其实很著名的 那么但是其实我们那天审的时候就 我所在那里其实他们 他要把会所告示传统智慧财产 但是他报的内容就是一种 他要报智慧财产不是针对 但我很惊讶他不是针对我觉得 这个如果要报智慧财产应该是 大南会所里面的那些雕刻 那些雕刻其实是大家都很有名的 我想其实很多博物馆 甚至诗人里面都有收藏到 这个大南的会所里面的雕刻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重要 而且很大南 那么作为大南社的标志 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其他的这个非南其他的 其他的鲁凯或者非南社群 其实不见得能够找得到这一样的问题 但是不是 他报出来完全不是这个我想象的 这个大南会所该报的东西 他报的是一个制度 就是会所的制度 那么其实会里面大家的神 大家的这个讨论中间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是其实会所这样的会所值得 不是说这个会所制度值得保持威财产 也不是说这个会所制度 到底是不是大南的特色 重点是说这样子的会所 如果就制度的层面来讲 其实好几个族群 也许非南的 也许其他鲁凯的都有类似的制度 你就制度层面来讲 这样子报会所的大南的会所 其实并不能真正显示出所谓的大南会所 这样的智慧财产的特色 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大南会所里面的雕刻 其实这才是在最 也许是它最古特的 也最能够显示大南作为一个 独立的智慧财产单位的话 拥有单位的话 它最具有特色的地方 但是它没有 它没有报 那么我最后其实 我最后觉得很惊讶 那么我最后知道的是说 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原来大南会所里面的 这些传统的雕刻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么以至于他今天想要重新再申请这个智慧财产 他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原来大南会所里面的雕刻是这么的独特的 我这个例子其实当然只是一个独立的例子 我在最近很多部落的这个接触里面有发现 是发现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部落的人对于博物馆到底有什么 或者对于这个族群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不知文化的 有过什么样的其实都很陌生 那么当然这个陌生其实有很大程度都是造成 其实是一个博物馆收藏所造成的 当然博物馆的收藏也不只是台博物馆的收藏 而是整个从 也许是从19世纪或20世纪初就开始的一个博物馆的收藏的过程 那正式收藏的过程当然它的手段也不见得一定是那么不合法 但是它的结果就是很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就是当代的部落的人其实对他自己的传统的物质文化 其实非常的陌生 那么甚至于当你要真正的去讲说一个特色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明确的讲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一个断层或者是一个殖民主义造成的伤害 那么虽然是在收藏的角度 那么所以我觉得最后 其实我的结论其实很简单 就今天的角度来讲 那么你要解释博物馆 那就必须先了解博物馆 在过去曾经如何登堂入室 成为殖民主义 当然也不见得是殖民主义 但还有很多主流的权利 殖民主义的喉舌 我自己则更相信只有当博物馆能够如此深入了解 并且诚实面对殖民的角色以后 那么博物馆才能真正面对处理与其当代原住民的一个关系 那么他和当代原住民的关系 像是文物规判 像是部落合作的议题 那么我想今天上次的座察会 我已经谈过了一些 那么我在此就不对促 那么就把我对殖民主义的一些 一些观点 那么简短地给大家在这分享 好谢谢 谢谢 谢谢李子宁先生 那他那关系很快的发挥学者 我看他好心疼 我跟你想说我没有时间限制 那他最后选择了两则 一个是在刚刚才发生原创条例的那个会前会的讨论里面的一个印象 那就是简单地选择两个他认为对于这个议题的讨论最有帮助的两个议题 那也先你会留下吗 你能留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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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 那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还是我们就李子宁先生一上 我们就先接受几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您好 我想请问 对 您好 我想请问你 你真的是说 就是说在殖民地博物馆 我们现在在呈现的是 就是我们应该呈现的是他当时的真实 但是如果在呈现当时的真实 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殖民地里面的教育 那这中间应该要怎么全文 因为如果说是那个韩国他们送来的人 说再去做展现的话 那并不是殖民地时期的展示的东西 那这样子跟真实之间是有落差的 那可是如果你展示的那个真实 又会有一种宣扬时一定变得困 一定变得这样 那我不知道这中间应该会全文 对啦 的确就像早上前面那一场 跟吴老师讲的这个 的确有时候你讲出一些 这个人 有些博物馆 有些博物馆的展示 会认为自己很有自觉性 所以很会检讨自己 然后展出来的人会把说他自己把 这个像是南非有一个博物馆 他就有一次展出这个白人 看那个黑人如何被吸压的 那没想到展出来以后那一群人 非常神奇 他觉得就算你讲出来的过程 是没错的意思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我不喜欢被人家看到我 曾经被这么凄惨的样子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该用的每个人 在哪一个公开的场合被呈现 他不希望他是最悲惨的那一段 被欺压的生活的情况 即使是历史的事实被呈现出来 那么的确博物馆展示 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么不见得一定是讲的真话 或者是讲的真话就容易 就不会引起争议 有时候你愿意面对过去才不见得 但是透过展示展示出来 别人可能不见得会那么乐意 这也就是博物馆展示 但是有时候很tricky的地方 那么在博物馆处理这个情形上 在我自己的讲法上 没错过去的殖民事实 的确是一个很尴尬的事实 那么当然你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呈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呈现出来 用可以比较 大家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其实像这个人偶的方式 其实是 其实不见得不能谈这个东西 也不能采见 像现在 今年已经2017年 台风馆又重新把台风馆最早的一套人偶 这个很像 但做得比他细多了 更漂亮了 又重新拿出来展示 我还是乐意的把这个人偶展 拿出来展示 但我背后讲的故事说 那套人偶其实不见 不是这个 大家注意那套人偶 其实是一个博物馆的技术 博物馆当年用它来做展览 当年用它做展览 就是让观众 那一般人对这个族群那时候 才其实 其实它是放在一个 刚刚我秀你们给你们看 那个各族的族群的这个地图旁边 那博物馆能够做的就是说 过去博物馆曾经用这样的展示 来展示原住民 那么它的效果很可能就是 把当时其实还并不那么普遍的 族群的分类的概念很具体的 用很形象化的这个手段 去告诉你 告诉当代的人 那么我也不知道这样 会不会惹恼大家的人 大家一起去看 会觉得 会觉得 会觉得还是有点 没冒犯 但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也有 至少把这样子的这个 人偶的这个 原始的来历 也就是说 我不只是呈现这个人偶 我把这个人偶的故事重新 这个原始成现 原始制造出来的故事 重新呈现出来 那么 因此刚刚的那个情况就是 早期那个人 我觉得的确是 他的呈现方式 其实是 博物馆其实完全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样是呈现出来的 大部分的时候 实名主义在博物馆 或者是任何主流的权力 在博物馆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刚刚一直开讲 博物馆的人出来 不会想到说 这个东西是很政治的 很实名的 很危险的 很歧视的 很歧视的 我们其实一开始 大部分的博物馆的学验 不会这样 从这个角度去想 但是你一旦 不从这个角度去想 你很容易就会 掉到这个无知的陷阱里面 成为一个主流的实力 中的疾病实力的一个 一个红蛇 很可能 我觉得唯一要能够 要能够 这个 ture这样的问题 恐怕就是 你真的要去了解 你真的要去知道 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博物馆可能 在某些程度上冒犯 某些时候做了一些冒犯 某些时候造成了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伤害 我觉得正是博物馆 能够做的 但是最后 它能够展示 你出来的成果 到底会不会 还会造成精英国的伤害 我其实不知道 那大部分做的展览 人也只能够 今天把自己功课做好 然后祈祷自己展览 不要扭罪太多了 那我想我们就 我们就先结束在这边 那如果有问题 就赶快在李先生大夫踏出院之前 赶快跟他再请教来一句话 我们再次谢谢李子妮先生